从18岁美女洗衣时被剧毒响尾蛇袭击 最终不治身亡 到印尼女子被乌米蟒蛇活活铲死吞食 破开蛇腹后发现完整遗骸 这个视频你将会看到两起蛇袭击人类的名场面 据乔治亚之星报道 2001年居住在乔治亚的奥黛利麦金托时 刚刚高中毕业 即将踏入大学生活 她正享受着假期的最后时光 白天父母上班的时候 奥黛利会睡个懒觉 然后约朋友们聚会 因为假期结束后 他们即将各奔东西 有的去上大学 有的签约了学徒工作 奥黛利一家居住在小镇外 最近的邻居是一对半英里远的农场老夫妇 奥黛利每周至少会去一次亨特利夫妇家 8月4日清晨 父母的车辆声将奥黛利从梦中惊醒 无法再入睡的她决定起床 洗漱完后 她开始洗第一批衣服 奥黛利穿着短裤和T恤 花了40分钟收拾上学要用的行李 同时等待着衣服洗完 随着太阳驱散清晨的阴霾 奥黛利拿着篮子出去晾晒衣服 当奥黛利走出去时 她被鸟的鸣叫声所吸引 她转过头望着头顶的鸟 这时 奥黛利的洗衣篮碰到了房子侧面的排水沟 发出了微弱的声响 奥黛利并未留意到这轻微的碰撞 因为她正被顶楼烟囱上黄雀的歌声吸引着 因为察觉到有一条23英寸长的响尾蛇 在枯叶间开始波安的蠕动 当奥黛利享受够黄雀的歌声 准备转身去晾晒衣服时 奥黛利再次撞到了排水沟 但这一次里面的响尾蛇 已经变得烦躁并保持警觉 响尾蛇宛如褐色闪电般迸发而出 奥黛利出门前并没有穿血 所以当响尾蛇的毒牙刺入她的右脚踝时 没有任何阻力 奥黛利瞬间感到灼痛 被刺的地方灼热异常 几乎让她窒息 袭击后 响尾蛇快速退回到她的藏身处 奥黛利只看到了蛇的头部 但她清楚这是响尾蛇 因为美国一半的孩子都能识别出这种蛇 她因其致命和痛苦的咬伤而臭名昭著 奥黛利从小就被告知要小心 随着灼烧感扩散到小腿 恐慌开始在她的胸膛蔓延 在那一刻 恐慌对奥黛利而言可能是最糟糕的事情 如果她能保持冷静并打电话求救 她或许能像大多数被蛇咬的人一样能幸存下来 然而 奥黛利完全没有想到要打电话求助 她将装衣服的篮子扔在地上 然后开始奔跑 她的第一反应是去亨特利夫妇家求助 奥黛利的心蓬蓬的跳动 腿上的毒素每迈出一步都在向上蔓延 她哭泣着奔向亨特利夫妇家 心跳的加速加快了毒液的循环 奥黛利被咬伤的地方已经开始变黑 大约走了四分之三的路程后 奥黛利的视线开始模糊 喉咙被毒液压破 若非恐惧推动着她前行 奥黛利可能会因双腿和双臂完全麻木而倒地 奥黛利仅用了五分钟就来到亨特利家的车道 当她看到亨特利先生正好在花园里时 她放慢了脚步 松了口气 当奥黛利停下来的时候 毒液开始在她的体内起反应 奥黛利开始呕吐 以至于跪倒在地 被咬的腿以奇怪的角度伸出 由于神经受损已经无法动弹 亨特利先生发现后扔下花园的水管 跑向奥黛利 她边跑边呼喊她的妻子呼叫救护车 亨特利并不知道奥黛利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她仍然在剧烈呕吐 奥黛利的腿仿佛在被火燃烧一样 亨特利扶着她的头 等待着救护车的到来 在那漫长而痛苦的几分钟里 奥黛利开始神志不清 她胡言乱语着描述她被袭击的过程 亨特利注意到了她小腿上的刺痕 伤口处的黑色正在迅速蔓延 这一切让亨特利的心情变得焦虑不安 她只能默默地为奥黛利祈祷 希望救护车尽快赶到 亨特利看到救护车的灯光逐渐拉近 仿佛是最后的曙光 奥黛利在最后一次呕吐之后就陷入了昏迷 救护人员将她抬上车后 她开始抽搐 奥黛利的情况已经开始恶化 由于剧烈的奔跑再加上脱水 奥黛利体内毒液循环的速度比正常情况要快得多 她的红细胞几乎被完全摧毁 随后医生们发现 奥黛利患有心脏病 所以她在车道上昏迷后再也没有恢复意识 奥黛利的父母在床边守候了整整两天 但无论医生使用多少抗毒素或治疗方法 都无法修复响尾蛇对奥黛利造成的伤害 事后亨特利返回去寻找那条响尾蛇 她发现衣物仍然散落在草地上 因此她大概知道袭击发生的位置 讽刺的是 亨特利也不小心撞到了排水沟 但与奥黛利不同 亨特利时刻保持警觉以寻找响尾蛇 她听到排水沟里面愤怒的嘶嘶声 那条响尾蛇很快被发现并处理掉 第二天 当传出奥黛利的心脏衰竭 并且她已经不在人世时 亨特利家和麦金托时一家都伤心的泪如雨下 在这个痛苦的时刻 他们只能默默地悼念着奥黛利的离去 据《薰宝》报道 在印度尼西亚中部 一名45岁的妇女被蟒蛇整个吞下后死在蟒蛇腹中 第二天 当地警方和村民在一条身长约5米的蟒蛇体内 随着人类不断扩展他们的村庄 城市和农田 人类与动物之间的相遇变得愈加频繁 蟒蛇似乎更倾向于寻找人类定居点而非其他捕食者 这一现象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蟒蛇的实性偏好 它们长以鸡 鸭和老鼠为食 许多印尼家庭仍然保留着自家的蔬菜园 同时养着一些鸡 猫和狗作为宠物 在这样的环境中 鸡和狗往往会成为蟒蛇最理想的猎物 即便到了食物不丰盛的季节 蟒蛇也总能找到那些在人类居住地周围徘徊的老鼠作为食物来源 然而 与其他蛇类不同的是 蟒蛇并不会静静地等待猎物出现 它们会积极地寻找猎物 潜伏在目标最不经意的时刻出击 随着蟒蛇体型的增长 它们的捕猎技巧也变得更加致命 这种积极主动的捕猎方式与大多数毒蛇不同 后者通常会静待猎物经过特定的路线 而蟒蛇的这种捕猎策略使得它们成为高效的猎手 也正是这种独特的捕猎方式 使得它们得以生长到如此庞大的体型 2024年6月8日 45岁的法利塔准备出门销售它种植的辣椒 它在自家花园里培育了各式各样的辣椒 通常每周会在当地角落市场上嫁一次 然而 这一次 法利塔计划将一些珍稀品种的辣椒卖给一位收藏家 无论是对于烹饪还是原意爱好者来说 这种稀有品种的辣椒 他们都愿意慷慨买单 法利塔一直以来都热衷于种植各类辣椒 如今 她种植的辣椒在当地已经声名雀起 甚至开始向海外的收藏家在线销售种子 当她告诉丈夫她准备外出时 她的丈夫早已预料到法利塔可能会整个下午都不在家 她甚至当妻子一谈起原意时会有多么专注 当法利塔与其他原意爱好者交流时 他们可能会不厌其烦地讨论土壤的酸碱度 浇水的时间表等细节数小时之久 原意爱好者一旦开始交流 仿佛就再也停不下来 法利塔跟丈夫告别后 背负着装满样品的箱子 肩胯手袋走出家门 法利塔走了大约三英里的路程 与收藏家在约定地点会面 就如法利塔的丈夫所了解的那般 两人整个下午都沉浸在兴奋的谈话中 互相交换种子和新鲜的辣椒 两人兴致勃勃地离开了现场 法利塔带着塞满样品的框子漫步在稀壤的道路上 心里盘算着为他那些全新的植物种子腾出空间 走着走着 他转向了一条宁静的街道 远离商业区 踏入了住宅区 距离家还有四个街区的距离 法利塔的双腿开始感到疲倦 于是他在路边坐了下来 那里有一小片灌木丛 这些灌木丛在房子周围自然地生长着 在印尼的城镇各处都可以找到这样的角落 法利塔只想稍作休息 他闭上双眼 深吸一口气 然而 他并不知道 一条长达五米的蟒蛇 正在高高的灌木丛中寻找食物 就在法利塔坐下的那刻 蟒蛇被法利塔的气味所吸引 蟒蛇快速飞扑过去 直冲向法利塔 法利塔毫无准备 全然不知即将发生的危险 蟒蛇的下巴猛地咬住法利塔的脸 巨大的身体瞬间缠绕在法利塔身上 速度之快让人难以置信 锋利的牙齿直接穿过他的脖子和脸颊 与其他蛇不同 蟒蛇的牙齿坚硬无比 咬得极深 甚至打碎了法利塔的几颗牙齿 他的下颚切断了法利塔的耳朵 刺入颅骨下方直至颈部 造成了极其严重的伤害 法利塔毫无反抗的机会 他被蛇身压迫和缠绕 无法呼吸 无法发出声音 他的手臂被固定在两侧 蛇身不断收缩 牙齿不断深入 撕裂着他的身体 造成了难以想象的痛苦 骨骼碎裂 肌肉被扭曲 他的眼睛开始从眼眶中突出 肋骨发出恐怖的爆裂声 蟒蛇感知到法利塔的心跳停止后 开始缓慢地吞噬他 整个过程持续了至少一个小时 当蟒蛇吞噬完毕后 他的肚子膨胀到几乎无法移动 他可能会躺在那里数个小时 消化这顿辛苦得来的一餐 然而 下班回家的人们的喧嚣声 和车辆的轰鸣声 迫使蟒蛇再次蠕动 将沉重的身躯移回树林的掩护下 傍晚法利塔的丈夫开始感到担忧 因为法利塔从来没有在外面待过这么久 尤其是错过晚餐时间 太阳开始下山时 法利塔的丈夫沿着他通常走的路线寻找 他发现法利塔的物品散落在地上 旁边是他曾坐过的石头 法利塔的丈夫担心他可能被绑架 随后他立即联系了法利塔的亲戚 开始在街上敲门询问 联系他曾经拜访过的客户 警方也迅速介入调查 整个小镇的人们整夜搜寻 但在黑暗中 人们并没有发现隐藏在数吨厚的蟒蛇 第二天早上 随着搜寻工作的重新展开 一群大学生决定深入到前一晚太黑无法搜寻的地方 他们很快就发现了那条蟒蛇 他们看了一眼 那怪异肿胀的腹部就明白他吞下了什么东西 于是他们立刻向当地警方报告 警方们决定当场解剖那条蟒蛇 他们不愿让法利塔的丈夫知道发生了什么 如果法利塔的家人得知了真相 他们定会冲向现场 看到法利塔沾满粘液的身体 依然穿着鞋子和衣服 一半脸被撕裂开得惨壮 这对他们来说将是无法承受的打击